溫柔和分路 這首歌真熟,哪有聽過呢? 剛巧我也想留住溫度、速度和你 不,加速度才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這不太可笑了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歡迎來到PTS氣槍玩樂頻道 我是今集的產品工程師Paul 在我旁邊的是Alan 見到全新的組合就知道我們不只可以介紹新產品這麼簡單 我們還會用物理學、化學和產品工程的角度 去講解氣槍的結構和原理 特別是改進槍想提升射擊表現的你們 就不要錯過我們的更新了 最近Paul 你有甚麼煩惱? 如果你有時光倒流 你最想留住甚麼? 如果我有逆著這能力 等一下…你想解釋哪方面的能力? 可以是在人生或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那麼唏噓?讓我唱給你聽 留住溫度速度溫柔和憤怒 不…這首歌這麼熟悉 哪有聽過呢? 剛巧我也想留住溫度速度和… 不…加速度才是 正應一點…很多人在看的… 想問一下加速度有甚麼好 加速度在日常心中是經常接觸到的規模 小到拿一支筆、搬一張桌子、一輛移動的車 總之一世從零開始到有速度或均速的慣性運動 都會跟加速度有關 加速度在物理世界表達的方式就是F等於MA 待會我們會用氣槍去做例子 嗯…從零開始的疑世界? 會爛尾的… 除非你轉身為一粒膠可能也有用 變粒膠? 對呀,變粒膠你就可以留住溫度、速度、溫柔和憤怒 其實是否有對應三個的直徑和兩個的硬度? 這麼聰明?我未說你又知道? 那你知道怎樣分? 那當然啦,跟你學習的 難道我懂得讀深術又跟你說甚麼愛星人 其實我是看見它有不同的圈圈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不同 嘘,你別再說愛星人 會被人觸感 對,我們看到三個圈數代表不同的尺寸 另外有兩種顏色對應兩個的硬度 在全新的鉢頭裡用了最合纖維素膠的製造 比起傳統的鉢頭用了更低的葉膨脹系數 足足低了十倍 這樣就不怕彈夾的冷空氣噴射到飛機艙 令到鉢頭和飛機艙來縫的現象 另外一體成的設計 亦都不用再左砌右砌了 變成內用之餘,又可以增加穩定性 但我看它和傳統的設計 上面好像有點分別 咦? 是否真的活動? 你這樣也能看到很細心 我們在新的環前面會有一條小小的V坑 令到冷空氣和鉢頭不需要再硬碰硬 這樣透過鉢頭的變形膨脹 便可以令到飛機艙和鉢頭絕密 同時提供一個很好的彈性 你跟我做這個動作 當氣壓越來越高 邊緣的摩擦力就越來越強 就會做到開合開合 喔喔喔這樣 我們一起… 喔喔喔喔… 是 我們一起… 喔喔喔… 是 這樣就可以減少氣體的流失 做到一顆子彈離開槍管之後 整個畫架師移動後 再完成飛機艙壓縮和上彈的回堂動作 那麼氣槍都做到全集中呼吸法 看看我們用慢動作鏡頭下 看看這支槍有什麼分別 用了新拍頭之後 同一支手槍在塑膠的畫架上 只要配合適合的直徑和硬度的拍頭 就可以令到每一次行程的距離時間 都越來越短 嗯… 這個畫架就像一秒拳王一樣 一毫秒都那麼重要 對嗎? Exactly 因為這樣我會記住一秒 因為一秒是屬於你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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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命… 他真的… 救命 他真的正經一點 速度提升只是物理現象 在動量手行的原則下 F等於MA 當我們物器改善了 力量越來越大 在用同一質量的畫架的時候 他擁有的加速度就越來越高 令到每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距離時間 就越來越短了 嗯… 同一質量的畫架 那如果我用一些重新的畫架 那是否可以保持到 和之前一樣的表現 看來你對物理學也挺有天分 可以嘗試去做物理學家 是啊 因為我們以前有些傳統的拍頭 未必可能吹到一些重新的畫架 或者回誕反應時動的時候 使用我們新的拍頭 可能也有新的解決辦法 所以MEC的拍頭 是可以在金屬和鋼的畫架上 用更好的表現 嗯… 那看來這個MEC V-PAR拍頭 真是可遇不可求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CLX三部曲 Like、Comment、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現在這個拍頭 已經可以經PTS STILL STOP 可以買到 那有什麼問題呢 記得要問阿肥肥 我們按鈴鐺 可以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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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